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来部《黑帮老大》出卖队友 躲在乡下写书的故事 弗莱德一家搬迁到一个偏僻的法国小乡村 全家人对这个地方嫌弃的要命 尽管如此,他们也必须暂时住在这里 他们不是来度假的,而是来逃命的 弗莱德曾是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 那样的生活充满了危险 他想要金盆洗手 可是这天体下,那有说不干就不干的道理呢 如果可以,他愿意用所有的钱换回原来的生活 他的子女对逃亡早已习惯 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换一种生活方式 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只是新生活需要时间来适应 弗莱德有些无所事事 干脆找点事来做 在家里找到一台老式的打字机 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开始写文章 毕业了一上午就写出一个单词 他为此还沾沾自喜 万事开头难,总有一天他能写出几百万字的书 对于突然出现的邻居 周围人都感到很好奇 弗莱德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名作家 经常搬家,找灵感 麦吉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 一大早就跨着菜篮子到集市上去 一边熟悉环境,一边采购家庭用品 然而超市里的人有个很严重的地狱黑 对这个美国人很不友好 麦吉的脾气也很火爆 从来不让自己受气 他的报复方式也十分的火辣 直接引爆了超市 弗莱德的小儿子沃恩也遇到了麻烦 铁语课上几个不良少年过来搭讪 沃恩对于这些少年自然是瞧不起的 毕竟他的家里是一个资深的混混 因为他不把人家放在眼里 遭到一阵毒打 别以为沃恩这样一个文弱书生 他就不会报复 他还和是一位情报专家 一上午的时间就把学校各帮派摸个清楚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付他们小菜一碟 女儿贝尔金发碧眼大长腿 走到那里都是交叠 自然也引起那帮不良少年的注意 他们带着贝尔胡言野餐 街机徒工不轨 这种小大小闹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直接一球派排过去 打到对方站不起来 剩下的几个归宿在一旁不敢出声 贝尔好好地给他们上了一届尊重女性的课 之后仰场而去 这一家子虽然远离江湖 但是形势作风一点都没有变 弗莱德还担心他们在这里会过得不好 看来是多余的 他们时刻要提防别人的追杀 他们有一位24小时全天候保镖 FBI探员罗伯特 因为他们将黑棒的情报告诉了FBI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们能够得到高规格的保护 搬家第一天就警告他不要惹是生非 更不能从事任何生意 老实的在这里生活是融入当地 汉格不想总是给他们找新房子 普莱德嘴上答应得很痛快 具体怎么做就全凭自己的心情 他有模有样的写作 对麦奇来说简直就是天风夜谭 他从来不看书更别提什么写作了 他写的也不是什么艺术性极高的史诗大作 而是他自己的回忆录 麦奇觉得这本书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尽管他承诺不会出版 他还是不同意 这也是在浪费时间有热闲心 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修理水管 文评计自己的聪明才智 将学奥里面所有厉害的人物为其所用 拿着卡片交给工程师男孩换来数学作业 把数学作业交给干粮球队长胖子 也有凭借自己做假账的才能 和贩卖相约的朋友女孩平分天下 而贝尔也不续策 找到了拿走自己欠笔盒的女孩 好不手软地打了回去 学校里来了一位大学生代课老师 他是一个帅气文静又有学识的小伙子 贝尔一见清新不只是他 根据沃恩的情报 所有高年级女生都已经盯上了他 弗莱德对于修水管一窍不通 只好等修理工来 欧洲人的办事效率并不高 让他足足等了45分钟 他已经处于爆发的临界值 修理工修水管的本事不大 耍嘴皮的功夫倒是了得 人无可忍无需再忍 弗莱德直接抱头 他依旧还是那么的冲动 发现完了 他就带着这名水管工来看医生 全身一共12处骨折 沃恩召集了一帮小伙伴 那几个不良少年被狠狠教训了一番 虽然他不像爸爸和姐爷那样战斗礼包表 但善于利用别人的长处 也算得上精品能干 这一家子人实在称不上善良之辈 可弗莱德建成自己是十足的好人 为此他还在自己的书中 写出了十项可以证明他是好人的具体理由 首先他从来都是预先富快 实际上是开枪杀人 从来不会找替罪羊 因为他自己就是没少挨打 他对工作的态度向来都是负责到底 折磨人的工作真没几个人敢干 虽然逍遥法外 但法外之徒不会批判他 那是他给人的风口飞 他管理的街道从未发生过一起枪战 他是一方老大 谁敢跟他对着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他不喜欢无故的造成伤害 且万这些 他的身心舒爽了不少 弗莱德在家里举办了温馨的烤肉聚会 邀请了很多的邻居 负责照顾他家的两个探员也来了 邻居看上去很热情 聚会的主角姗姗来迟 弗莱德坐在打字机前愁眉苦脸 他在为他的小说发愁 每次面对这本书 就好像看着镜中的自己 让他想到贝尔和沃恩 他总感觉愧对着两个孩子 让他们处于很为难的情景当中 如果他能像一个平常人一样 就能给他们更安稳的生活 所谓父亲 最怕的就是对不起孩子 贝尔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在他的心中 他是天底下所有人都想要的好爸爸 贝尔的话让他重新充满活力 回到聚会上 他最拿手的便是他引以为傲的烤肉 然而只是烧个火 这些闲来没事的法国人 也能从中品出个一二来 对他指指点点 如果放到过去 他直接把这几个人的脸放到烤盘上 再用炭火堵住他们的嘴 现在他也只能想想了 罗伯特也从外面办事回来了 他不是来参加聚会的 而是来看弗莱德最近有没有安分收集 有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 在聚会的热闹程度来说 他做的还不错 写小说这件事情 让FBI高层感到不完 罗伯特让他把整个故事讲一下 他却反问 有人能说出整个故事吗 为了能让他们相信 自己要写的含蓄些 为了让他们安心 弗莱德告诉他们 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 聚会很快就结束了 罗伯特临走前告诉他 之前和FBI合作的一个人已经死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弗莱德是第一个背叛帮派的人 也是FBI最好的广告 想要找他麻烦的人可真不少 没有比这更让人操心的了 不过他眼下最应该解决的 不是他们家水管的问题 他去找了本事最具有权威的人物 市长 可是市长只会打宽枪 将这一切的问题 推到弗莱德家水管老话上 还大言不散地告诉他 人总会遇到麻烦 但总会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自己能够找到 要市长又有何用呢 一把将他颠了起来 又把手指夹在抽屉里 这只是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只能出现在弗莱德幻想里 现实中他 客气地微笑地从办公室离开 既然市长是个摆设 那他就去找污染水源的化陪场 麦基去教堂为全家人祈祷 他受到神父的邀请做忏悔 他的本意是不想这样的 他犯的过错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 可是架不住神父的软磨硬泡 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希望神父为他保守到底 这或许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教堂了 吴恩已经知道在学校怎么赚钱了 所以也都还没有写 在他讨价还价中争取到五分钟 有与众的双关语难不倒他 他想起小时候跟爸爸在街头混混听到的话 如果你觉得好 那我就觉得好 这句话被印到了校坎上 一穿石是穿白 飘扬过海到了监狱老大的手里 此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别看他住在监狱 除了不能出去想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负责派人追杀弗莱德 他看到这句话 立马就知道弗莱德藏身之地 全然不知的弗莱德 还在为自家饮水奔波 在等待了好长时间 花费上的负责人终于同意见他 他还没有开口 人家就已经知道他的来意 并且还刺激他 既然水管里的水是棕色的 那就直接买罐状水 这一下弗莱德真是受不了 他本想通过正常去到解决事情 发现现在给他们讲道理 他们就给自己耍流氓 既然如此 他把花费上的老板摔在车后面 直接拖行了他几千米 直到他遍体鳞伤 打一顿还是有用的 他立马就说出了解决办法 医生倾诉弗莱德回他家中 看到一个不请自来的家伙 罗伯特拿着他的稿纸 金金有备赌证 对他的小说指手画脚 让他很不爽 罗伯特本想劝他放弃 可他坚持要写 既然如此 那就让自己成为他第一个赌者吧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这本书的最后结局 全家人在这里生活得越来越好 正常的人也把他当做了好邻居 也要请他一起讨论美国电影 他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只要对面一屋子的探员 十分的慌乱 罗伯特直接来找他谈话 弗莱德真的很想去 枯燥的生活快把他逼疯了 好不容易有事情可以做 他答应罗伯特 在回忆录里美言几句 所谓他们共同出席的条件 两个人一排几何 可以帮知道弗兰克在诺曼体 并排人来抓他们 弗莱德找了一个好日子 在水塔附近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 以后水管再也不会流出棕色的水 在约定的时间 一期出席的电影探讨会 他们放映的电影是道义有道 讲的就是他自己 这个电影太对他胃口了 对弗莱德来说 黑帮真实存在 每一个人都不想成为坏人 然而承受的东西太多 攻击性也就变强了 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杀手的过渡和难过 又有谁真能明白 吴恩因为违反学校纪律被审查 这不仅让他没有好好反省 反而促使着他离家出走 闯出一番事业 他足自来到火车站 看到那些奇怪的人 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 可是家里空无一人 姐姐去追求爱情 妈妈去了教堂 家里没有一个人收到消息 最关键的人物弗莱德正在开心 他获得所有人的欢呼 因此罗伯特不得不启动B计划 马上离开这里 此时准备讯情的姐姐也在屋顶看到 黑衣人闯进警局 调取住户信息 麦琪姐发现接上了那些黑衣人 并且告诉了探员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弗莱德 在炸弹爆炸之后 回到家里第一时间打开水龙头 果然他最关系的还是家里的水质问题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外面已经被黑衣人包围 他们要炸毁房子 麦琪不停地打着电话 始终打不通 突然之间火花自射 房子被炸毁 原以为弗莱德会被炸成粉末 幸运是他死里逃生 并且毫发无伤 麦琪也被人发现 探员的战斗力扛不到一分钟 悄悄捡回来姐弟二人成为新的斗士 和弗莱德来一个里外夹击 伤亡在所难免 弟弟暂时昏倒 姐姐被人追赶 罗伯特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弗莱德有点老了 打得不太利索 还好麦琪一直不离不弃 关键时刻补了一刀 家庭危机暂时解除 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 他们又开始新的逃亡之旅 唯一让弗莱德不满的是 他要重写整本书了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法国喜剧电影 别惹我 黑帮片有了新定义 家庭元素加入 喜剧感十足 法国风光美不胜收 青色恋爱敲响警钟 这是一部非常幽默动作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